我们比较早的这种主食 所以这就是国之根本啊 这只能在中原地区吃到了现在 我觉得其他地方都没有啊 作为一家小师 老爷什么 老爷庙 风味美食 是不是忒大了一点 感觉很豪气的样子 你看他是一个寥带建筑的一个孙子 看这个孙宝是吗 哇 看得出来这边的厅是相当的大 这个看起来特别像土豆泥啊 但它其实不是 它是烧山药拌酸菜 没吃过 是不是土豆 这是土豆还是山药 烧山药 山药啊 不过想起来山药和土豆的味差不多 应该烤起来也是和土豆差不多的 这个酸菜好酸 特别提神 哈哈哈哈 嗯 挺好吃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开胃 夏天吃的话 然后质感很像那个土豆泥 不是有个问题啊 嗯 开了胃以后 我们没有什么煮菜 能顶着饿吗 马上就来了 这不是 嗯 你看 哇 你能相信吗 这是26块钱一份 这么大一份 我想说山蟹东西挺便宜的 是的 羊肠子 羊肠子 这是啥 羊肝 肺 羊血 好像还有一点羊肚 这个是肚子 毛肚好像 嗯 哇 给的很扎实呀 真的 我觉得山西这边的东西 和我们贵州四川都有点像 我们那边也有羊杂粉 然后还有兔头 对 再来看这个吧 我没想过 除了四川还有爱吃兔头的地方 对 但是我们在宝地也看到有吃兔头 对 为什么很多人说接受不了兔头 好像很多地方都有吃兔头 好奇怪 看起来有点爽哎 看起来有点爽哎 又是一个没有听过的羊肠 和我们贵州的羊杂粉不一样 我觉得它是以酸为主 酸呢我都没有吃出来酸 有一大口醋味 有醋味但是不是特别酸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香 虽然我们贵州也有羊杂粉 但是我们那羊杂粉主要是以这种药材熬的羊肉和汤为主 它这个羊肉本身挺香的 然后转的是土豆粉 辣呢也不是很辣 确实有点香 还可以 而且它那羊血特别嫩 羊肠子也是软软的 火候挺到位的 这个叫做猪肉焖糕 说这个是薯做的 薯跟鸡是同薯的 鸡就是大名鼎鼎的设计的那个鸡 其中连的就是薯 不连的就是鸡 我们比较早的这种主食 所以这就是国之根本呢 是什么味的呀 好黏 跟糯米差不多黏 但是我真的是第一次吃虎 它这个味道来自于底下的这个菜 就是这个豆腐土豆和猪肉 汇在一些这个汤汁的味道 本身薯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它口感是黏黏稠稠的 然后有点粗粮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像薯啊 还有什么梅子啊什么的 这只能在中原地区吃到了现在 我觉得其他地方都没有啊 特意去买粗粮应该有 反正我们家那边都不吃 还给你们吃 它是和其他东西粘在一起吃的 不是包着吃 嗯 它蛮好吃的 还有猪肉丁 就内似确实像你刚才说的 内似糯米糕 对但是它又有一股粗粮的那种口感 对对对包着吃吧包着吃好吃 我刚才试过了 嗯好吃吧 香 它底下有点像那个东北大会菜 这么做的 嗯 火到一起特别香 和那个猪肉的香味结合的特别的恰当 挺好吃的了 大冲菜 嗯 那个山西朋友说 大冲菜 他自己来的啊 吃好的 没有来出蛋糕多吃一点 一个豆馅 一个菜馅 一个水油馅 水油馅 不是水油馅 水油馅 不出来我觉得 嗯 臭酱吧 哪个是水油馅都看得出来吗 人家能看出来嘞 有点胖 这是甜的呀 应该不是水油馅吧 就是水 水油是甜的吗 水油是甜的吗 甜的水油馅都十斤馅都是 十斤馅 里面有花生人 葡萄盖 这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到甜的鸡嘴 我还吃到了一个甜酸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我觉得我好像没吃到骨髓的 它应该是那个鸡嘴油 炸的蛮软的 但是我吃这种油炸的不太吃 你试试吧 果然是 看起来是有各种果仁的 然后随油馅就是骨髓油拌在里面 它不是主料 它是一个配尿的感觉 你看这个汁要滴出来的感觉了 都给我了吗 刚才那个领班小姐姐给我们介绍说 大同这边办喜事办什么的 必定会有这个油膏的 就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整体吃起来特别香 但是对我来说可能稍微油了一点 不敢吃多 它这个好像也是薯炸的 说这个糕和这个糕 它们是一样的 只是做法不一样 一个是炸的一个是闷的 对也是薯 现在我已经能吃出薯的味道了 一直是总是会有进步的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视频里啃兔头对吧 居然是在山西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啃兔头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啃啊 不怕的就继续看啊 从中间这给它掰开 掰开这儿 然后下盒了 你再轻轻一掰 它就会变成两个圆 这个时候可以先吃舌头 其实跟吃羊头不是差不多吗 对啊 羊头更费劲一点 周黑鸭式的卤兔头 跟我们从中的卤兔头不一样 猜猜我们这一顿吃的多少钱呢 我估计你猜不着 我自己都猜不着 一共84块 猪肉蒸糕实在吃不下了 然后还剩了一块油糕也吃不下了 毕竟糕这种东西是主食 等前是吃不了那么多的 好了那今天自己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欢迎给我们点赞 关注我的频道吧 拜拜